Q3是第一個使用輕型的混合動力系統 1.5升Turbo引擎 證據在哪裡 來我告訴大家 它在後行儀箱底板下面有一顆 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 48V的電子跟控制系統 就在這裡 糟了 偷偷被發現我把它拆了 哈哈哈哈 至於它的原理是什麼 看影片 第二代的奧迪Q3出現了 其實這部車2018年就亮相了 但是因為歐洲開始實施這個新的WLTP的油耗測試 因為測試的場地有限 大家都在排隊 所以上市一直延宕延宕 今年2020又碰到新冠肺炎的疫情 所以一直到6月份 終於Q3引進了台灣 不過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的衍生車款 Q3的Sportback 哇超帥氣啊 這個車子也一併引進了 所以 對我來講 我當然是要找比較帥的那一部來測試啦 你看看這個車頭的設計啊 你的水箱罩 它的材質 這個幾何形狀有多麼複雜 還有它的下氣罷 它的層次感多麼豐富 而且你從引擎蓋造型 你也可以看得到 哇 Audi 我上次試車就說過 Audi在工藝上面 在設計上面 它就是要強調它們的製造的水準 非常非常的精細 所以不斷的拉線條 或者是這種折線 即使是曲線 它都敢把它做到那種 你一看就覺得這個很難做得出來 那樣子的境界 還有這個新的 這個LED的燈條 日行燈 還有這個頭燈 你看整體的造型 比起來 我們來比 複雜度還有用心程度 還有它那個組裝的細膩程度 有哪一個比這一台Q3 做得更詳細 更認真 更用心 然後它的設計感 比它更帥的呢 那我們看到車側呢 哇 這個就是Sportback 最帥最帥的地方了 等一下我們慢慢講 輪圈18吋 235 55R18的尺寸 因為這是S-Line的關係 所以你會看到 包括它的那個輪幅 然後測裙 鏡面烤漆之外 還會加上 非常尖銳的物銀飾板 新的Q3當然 二代比一代又長大了一點 不過 它的Sportback版本 它更長了一點 車身來到了4米5 所以整體來講 空間上面 或者是尺寸上面 尺碼上面 都 更具有實用性 我們注意到 像Sportback這部車 它是從B柱之後 它的造型開始 稍微的往下延伸 為了讓它有更好的 這種流線型呢 所以 你會發現 最帥的地方就在 這個後門這裡 開始做了這樣子的一個切削 整體拉上去加了一個小壓尾 讓它的後窗更傾斜 所以 整體來講 這部車真的最帥的就是 側邊 車尾這個角度 車尾仍然有跟車頭 日行燈相會映的 LED的尾燈組 造型也是非常漂亮 然後在下緣呢 也有這個霧銀的 哇 非常帥氣的 刀刃型的這塊有沒有 這塊飾板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後行李箱 哇 這個機構幾乎沒聲音 好厲害 然後它的後行李箱有 530公升 你知道嗎 中型的SUV有的才500公升 然後大部分 多一點可以到550公升 那這一部呢 它算是比較小型的SUV 它的後行李箱空間就來到了 530公升 全導可以到1400公升 所以 哇 這個空間 真的是也因為 它的車長到達了4米5 然後呢 又是一個 前驅為主軸的配置 所以它短車頭的情況 讓整個4米5的車長 可以發揮到這麼好的 這個行李箱空間 我相信車內的空間也不會太差 我們到車內去看一看 進到車內 哇 又是一個帥字 首先 它很多的這種六角 幾何形的線條 是當作一個基礎 那我必須說 它在材質和質感上面 的確發揮了 Audi這種高級的水準 還有這個Logo在這裡 帥帥的這一塊飾板 然後在這個位置 還有車門 你的扶手位置 竟然用了這種 Alcopterra那種橘皮 而且你這樣子刷一下 不同的刷的方向 就會產生不同的顏色 所以 真的是超級讚的 然後這個 因為這部是S-Line 而且它的內裝也選擇了S-Line 所以會有哪些東西不一樣呢 當然第一個就是這個方向盤 底下是切屏 這裡有個S-Line Logo 再來就是座椅 你看看這個座椅 這裡也有S-Line Logo 然後支撐性 還有造型都非常棒 椅子的這個延伸性 你看 前面是可以往前延伸的 所以腿部的支撐絕對沒有問題 然後中間也是比較具有 這個摩擦力的 這種反皮的材質 所以在這個設計上面 我覺得花點錢 在內裝選S-Line也是值得的 好 我們看到儀表 這個是數位儀表 10.25吋 就也是一目了然 不過你還可以再加價喔 好像大概10萬多一點吧 選真正的虛擬數位儀表 不是說真正的啦 它是更大 12.3吋 那中間這裡這個是 8.8吋的觸控螢幕 當然就有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的支援 而且它的觸控也是非常非常的順暢 然後中間這一區是空調 而且你要特別注意 我說Audi厲害是厲害在什麼 它的每一個旋鈕的材質 它的質感都做得非常的漂亮 好細 然後旋轉起來 它那樣卡卡卡卡 那種精確感 就會讓你很喜歡 底下則是一排 最左邊是Drive Select 就是駕駛模式的選擇鈕 這裡有這個HDC 陡坡緩降的設計 然後這裡可以放 手機 再大的手機也放得下 不過沒有無線充電 這應該是要選配啦 然後它給了一個傳統的USB孔 和一個Type-C的USB孔 S-Line它連頂棚這個都是黑色的 所以整體氣息也很棒 然後這個腳踏板也是鋁合金的 進出車門這個門檻也是有一個S-Line的LOGO 所以我覺得在質感還有設計感上面 這部Q3我也給它幾乎是滿分的評價 那坐到後座呢 我們覺得這個質感跟前座是一樣 特別是你在這邊可以感受到這個後座 椅子的這個長度 仍然有足夠支撐你的腿部了 這樣子的 然後這個椅墊呢 我覺得軟硬度還滿適中的 長途坐起來 包括頭枕 都可以讓人家很有效的支撐 而且不會太硬 那空間方面 我身高177 所以你看到後面的這個腿部 膝蓋空間大概剩下一個拳頭半 將近兩個拳頭 但是頭部空間 因為它的造型的關係就比較 稍微侷限了 你看以我來講 我的身高來講 雖然這邊後面是有挖上去的 大概只剩下三個指頭 不過還好不至於會真的 影響太大了 不過在中間的座位 可能就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它這邊 地板上是有很大的凸起 原因是因為它還有 夸臭的系統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中央扶手呢 相當寬 而且平整 這個自背架的設計 相當帥氣 不過這個是比較小型的自背架 後座的椅背 來看看可不可以調整 是可以調的 而且是多段的調整 如果調到最斜的這種情況的話 其實它這部分還是有側向支撐的 所以我覺得坐兩個人是相當剛好 而且每個人的手背也有地方可以伸展 包含這個扶手 然後後座椅它是可以前後移動13公分的 所以以 這一部Sportback來講 後行李箱很大 530公升 然後第二排還可以在這樣子前後移動 所以這個後行李箱空間是更無可限量 唯一就是因為造型的關係上 頭部空間小了一點點 但是以我這種身材做起來都還可以的情況 我認為這個空間我是給它OK的 好 現在我們準備出發 來 首先試一下方向盤轉向 左邊到底 一圈又多一點點而已 一圈又多17度 哇 跑車設定 這個跟超跑差不多 它大概轉向比大概10或11比1 你看看 這樣子開起來會有多輕鬆 你轉一圈你的舵腳就已經打到滿 這個也是讓人家開起來 很有這個跑車位很靈巧的 很主要的一個原因 不錯不錯 那Audi你看看Q3就可以做到這樣 我記得我上次試Q2 它也是這樣 這非常好 它同集團的其他弟弟們就沒有這樣 大概都會一圈又135度 那我記得我每次都拿賓士來比 賓士的C以上 都是一圈又45度 那這個 比賓士還好 然後呢 在整個畫面 我前方這樣的視野 除了前面是數位儀表 這個看得很清楚以外 這整個框起來 在這一整區 它都是黑底 然後中間的這個 8.8吋螢幕亮起來之後 其實如果它不亮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感覺好像 這個設計師呢 總有一天要把這一整塊變成 全部都變成觸控螢幕的感覺 果然很愛玩科技的 這個Audi 真的啊 就好像它的中間一塊區域 有畫面亮起來這樣 這個也是滿帥的 那這個動力呢 我們講一下 1.5次缸的渦輪增壓引擎 當然都有缸內直噴氣 氣氛震勢等等 最大的動力 150匹 最大的扭力250牛頓米 你會覺得好像跟其他 它的集團兄弟們 弟弟們 的某些車型都用一樣而已嘛 怎麼系統 這樣而已呢 其實我告訴你 Audi之所以Audi 它永遠是在科技的領先的 這個品牌 這一部 Q3 它不只是1.5的TFSI而已 它加上了48V的 輕混合動力系統 在你起步的一瞬間 它可以變成一個 增加動力的馬達 所以在讓你起步的時候 它可以讓你更輕快一點 然後你收油門 在20公里以上吧 只要收油門 它其實就開始回衝 20公里以下的話 你踩煞車 才是真正用你的煞車皮 然後如果你長時間在高速巡航 然後你可以進入一個很 省油的狀態 包括它可能會兩缸氣缸歇指 甚至於它會讓你的引擎完全熄火 然後靠這個電池在輔助 甚至於滑行 來降低你的油耗 而且在這個時候 你的整個原本引擎的電力 12伏的系統 因為它切掉了嘛 它就用48伏來幫你輔助 所以 這種種的好處 一方面 它也是讓你更環保 二方面 它也是一個平台 以後 小型車 小排量 的48伏的系統 就會從 Audi的Q3開始 漸漸漸漸的 在對其他的家族夥伴做普及 好 前面我們有講到 這一部車 Q3 它的ACC都是標配 它的設定感 撥感是在下方 這一根 這個就跟以前賓士那個是 一樣的位置 你只要按SET 它就會開始 而且我是停止的時候 就可以按SET 它預設是30公里時速起跳 所以這個是一個 全速域的ACC 而且這個車系就是標配 我覺得很棒 好 那我已經設定了這個系統開啟 那我要把速度 往上或往下提高 就是 左下角這根撥感 往上或往下 那麼跟前車距離 有多遠呢 也是在內部這個 有一個小撥感 往上或往下撥 可以決定跟前車的距離遠近 有四段可以選 而且它的ACC 坐動起來 我覺得是非常順的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這種 突然 急加速或是急煞車的情況發生 這個是系統的成熟度 我認為這些歐規系統 真的是做得比 大部分的日規系統 要再更好一點點 好那我現在車速有超過 65 所以我們現在車道偏移 這個駕駛輔助 車道偏移的部分有亮起來 那我來體會一下給大家看 假設呢 我稍微的移動一下 右線碰到了 所以它亮紅燈 它就幫我抓回來打正 你知道嗎 它這個 雖然是聰明 它沒有幫你做車道維持 但是 它是幫你偏回來 然後就打正 它並不是那種 會讓你在路線中間打乒乓球的概念 所以 還算是有小有作用 雖然要車速大約65公里以上 才會有效果 但是我覺得這個 已經起了一個還不錯的 這種警示並且幫你修正的功能 那我們當然也一直希望就是 不要太依賴這樣子的功能 反正你即使是Level 2 我們也都希望你 要隨時把手放在方向盤上面 那因為這部車的外觀很帥 我選了S-Line的套裝 所以它的輪圈 輪胎從17吋 提升到了18吋 而且是2355R18 所以輪胎也滿寬的 那雖然它的懸吊的設定 還是屬於柔軟型的 畢竟它只是 比較入門偏舒適的 還不是到什麼RS SQ 那種 偏跑格的 所以它舒適度還是很不錯 是不是不錯 但是仍然具有這種歐系車的Q度 但是也因為我剛剛講的S-Line 它的輪圈 輪胎比較寬一點 所以地面的摩擦噪音 仍然聽得清楚 這個對於高級車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輪胎聲音 稍微明顯聽得比較清楚一點 不過如果是原廠的 就是你沒有選S-Line的話 17吋的話 那應該可能會再安靜一些 不過以舒適度來講 我覺得是沒問題 車子的穩定程度也都很好 然後再加速的話呢 因為這個是1.5T 所以 原廠的數據 0.100大概9秒5 所以 我覺得就 還算動力可以啦 就是夠用 但是原則上這一台動力 以Q3 Sportback來講 真的是屬於 開帥不開快 又到了結尾時間 不過我決定 今天的結尾我不要坐在後車廂裡面 雖然它是我們的傳統 因為呢 我覺得這部車的車尾實在太漂亮 我希望讓大家繼續看 這個車尾的設計 真的是我最近很少看到 這個車子讓我 一眼就覺得這個設計讚 那我們今天試的這個Sportback 35T FSI的S-Line呢 它的價格 是206萬 因為它是有S-Line外觀 不過 我們試的車子有 加選S-Line的這個內裝套件 所以價格又加了5萬4 總共呢 是211萬4 OK 那你說只有35T FSI嘛 如果你想要更好的動力 其實Q3的版本 不是Sportback 它有40T FSI Quattro的S-Line 現在就可以買得到的 它有190匹馬力 320Nm的扭力 它的S-Line的版本 正式售價是216萬 哎唷 其實只多10萬塊耶 206跟216 它就有更好的2.0的動力 190匹 還有Quattro 所以這兩個你可以選擇一下 那 這台Sportback的40T FSI Quattro的S-Line 明年就會引進 我估計它價格可能還會再高上一點點 到時候再會跟大家報告 好 那我們聊這些這種小型的SUV 尤其是這種高級品牌 我想價位都不是太大的重點 反正它的價格大概都是什麼 180、90萬起到220、30萬 還有一大堆選配 你要選到280、290都有 甚至於有更高規格 更高這種動力的版本都有 但是我主要就它的設計的思維 還有它的這種 每個不同的屬性來跟大家比較一下 譬如說這台Sportback 你如果以BMW 你可能就會想到這個X2 X2其實比X1還要短一些 X1在4米4級嘛 X2就4米3級不到4米4 所以它的做法 它把它運動化的做法是 車子縮短一點 看起來結實一點 雖然軸距是一樣的 2670mm 而是指BMW X1跟X2是一樣的 軸距是一樣的 那做法不一樣就是 Sportback的話跟Q3來比 它是把車尾拉長一點 所以 它的洗手機空間仍然一樣好 530公升 讚 唯一只有犧牲後座頭部空間 只有一點點而已 所以整體來講我認為 它是完全兼顧了實用性 以及它的實用的空間 那車子空間就少那麼一點點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就講到GLA呢 GLA也算是非常新的產品 所以 也是NGCC最快拼圖嘛 它各方面都很成熟 軸距也很長 它已經到了2729mm 長一點點 但是它的後行李箱空間是稍微小一點 只有435公升 這個是530耶 所以這個就有點差距了 所以因為GLA還有一個兄弟就是GLB 它的空間就超大了對不對 所以他們會做產品的區隔 所以大家喜歡什麼樣的產品 在這個極具裡面 豪華車的小型SUV裡面 你就有好多可以選 X1、X2 你看你喜歡空間 你就可能會喜歡 譬如說Q3、X1或是GLA 喔不對 GLB 那空間更好 那對我來講 我是認為 這台Sportback的設計 實在是太帥了 帥到沒朋友的感覺這樣子 好啦 今天講那麼多 我希望大家喜歡的話 趕快分享給你的好朋友看 有興趣的 找個經銷商 奧迪經銷商去自己看一看 去試駕一下 看看我今天說的 所言不講 OK我是Kevin 今天謝謝各位的觀賞 幫我們點讚 按個小鈴鐺 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今天影片到這邊 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哇 這個造型真的是帥 你不管局部看或是放大看 你都覺得 這是帥到分手 不是 帥到沒朋友 哇 這個車真的是 開帥 比開快 還過癮 嗯